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看看这个文章的标题 标题是这样说的 2022卢秀燕连任稳到不行 在地人报 这项政策狂圈粉 标题 2022卢秀燕稳坐钓鱼台 是吗 我们看看文章是这样讲的 地方民众认为台中市长卢秀燕在2022年连任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主要就是因为老人健保补助的政策 进入2021 距离2022年 县市长大选时间更加接近了 各政党也开启相关布局 其中民进党籍的现任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有意参选台中市长 但不少当地民众直言台中市长卢秀燕一定连任 因为台中在2019年7月恢复老人健保补助 在地方大数好评 全市超过22万名长辈受贿 直言卢秀燕要连任简直是稳到不行 卢秀燕在2018年竞选时就把恢复林家龙所取消的台中老人健保补助 视为政策 而在2019年7月市府也顺限了这项政策 让全市涉及满一年65岁以上且综合所有税率5%以下的涨者 健保费均由市政府统一代交 共有超过22万名长者受贿 该政策在台中地方大受好评 一位住在台中市西屯区民众接受中市新闻网访问时指出 卢市长该向政策大受欢迎 明年一定稳的连任无误 另一位家住大甲区的退休老师也说 这项政策真的让人很有感 林家龙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把他取消 还沾沾自喜 难怪民调那么高 连任稳了吧 也有人质疑预算的相关问题 卢秀燕曾指出 林家龙在市长期间举债增加600多亿 去取消每年10多亿元 影响20多万位长老的健保补助 年长者们的保费 多依附在子女身上 有子女带教 次政策 不仅减轻年轻人时代经济负担 又让老人有健保医疗的保障 而一TVBS不久前针对县市长满意度民调显示 卢秀燕的满意度有56% 超过半数的台中市民都已肯定 好 这个事情就是说 有民众认为 在下一次的2022年的县市首长竞选的过程当中 他们认为卢秀燕应该是闻胜 因为卢秀燕把一个长老的一个健保费 过去被民进党砍掉的 现在他恢复了 我们说从这个政策来说呢 这个政策恢复过来是正确的 因为老人他确实他病就多 去医院拿药的频率就高 如果把这个费用都加在儿女身上 确实是有一定的问题 而如果这个能由政府来承担 他已经大半辈子都过去了 65岁就已经都退休了 在这种情况下 社会给他一定的福利保障 这个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所以卢秀燕做了这样的一件大好事 所以台中的不管是从年长的 以及后代都拥护卢秀燕 这个我们认为无可置疑 但是 但是 说到选举 蔡其昌要来了 蔡其昌就跟陈其迈要去高雄当市长 就当了 蔡其昌要想来台中当市长 这次就当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又把这个话题绕过来了 中选会 选举委员会 这个事情就是台湾的人事部 她说让谁当市长 谁就当了 还记得在罢韩的时候吗 罢韩刚罢完以后 我们看到他们1450有一些简信在传递 对不对 他们就说了下一个就是罢掉卢秀燕 他们认为卢秀燕是红的 但是这个事情没启动 没启动的话 现在到了正常选举了 能不能给卢秀燕给做掉呢 一定可以 一定做掉 所以现在台湾这个选举啊 我觉得先不要谈选举 先谈一下这个选举委员会 能不能公正 如果今天的这个选举委员会 依然控制在民进党手里 谁都选不上去 他要想让你当 你就当 之前他们已经有这个意向 要把罢秀燕干掉了 所以民进党这帮人 他不会管人民是不是好 他要的是权利 有了权利 那个既得利益才能肥 如果没有权利 既得利益就拿不到钱了 所以台湾这个选举呢 我觉得2022先不谈 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你上你下这些都没有意义 关键就是这个选举委员会 能不能公正 如果不能公正 一切都等于零 这是我们对这个卢秀燕的看法 我是认为卢秀燕 如果不解决选举委员会的问题的话 卢秀燕很难连任 不管你民调有多高 不管老百姓有多么喜欢你 在高雄老百姓也是喜欢韩国瑜的呀 高雄老百姓你沿街你去问 没有很多人讨厌韩国瑜 韩国瑜是干了点实事 但是怎么样 给你拿掉了 卢秀燕是不是一样的 一样的 给你拿掉 不是选掉 给你拿掉之间 所以这个问题 从现在开始到2022选举 这个选举委员会 我们看看台湾这些反对党 怎么对付这个 如果不吭声 不说话 那就不用说了 卢秀燕走 蔡奇昌上 这个结论 现在就看到了 提前一年多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就从我们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我认为卢秀燕一定上 蔡奇章一定上 第二个话题呢 今天是看了看彭文正老师的节目 彭文正老师呢 今天正式的表示 要用一半的时间 来讨论这个坐票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刚好跟我们前面的话题啊 其实上是合拍的 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就说所谓 他还称民主社会 对吧 美国人说台湾是民主社会 好 他们俩 爱怎么说怎么说 那是他的事情 民主社会 其实有两个 很主要的特征 第一 就是人们看得见的 就是老百姓 有一个投票权 投谁呢 投你所喜欢那个市长 那个总统 那个议员 就你投 你说谁当 他就谁当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呢 在民主社会呢 就是言论 观念是自由的 就是他不受诉服 你看看这两个特征 现在台湾还有吗 我们先说这个 言论是自由的 有吗 彭文正老师 就是一个案例 中天就是一个案例 他们自由吗 他们不自由 他们要批评 执政党 要批评 蔡娃娃 就灭你 就关掉 就让你走 给你打出去 给你从传统的媒体 这个圈子里边 屁台上给你打掉 这个显然 在台湾就已经不是 民主社会的特点了 所有的那些主流媒体 一言堂 一言堂是民主吗 要是一言堂 定论民主的话也好啊 我们就把叫做打引号民主 叫所谓的民主 一言堂 那北朝鲜一言堂 那北朝鲜也是民主啊 人家还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民主啊 一样 民主社会 全世界都属于打引号的民主社会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啊 一言堂 台湾没有了 言论自由了 第二就是老百姓有一个所谓的投票权 为什么说现在是所谓的投票权呢 你投完那个票 真的那个领导是你们投出来的吗 在台湾显然不是 在其他国家其实也不是 在很多年前 我们刚刚从东方来到西方的时候 第一次手中那个护照换了颜色 换了黑色了 第一次有了投票权了 那个时候觉得神圣 自豪 满足 为什么呢 民主和自由 是很多东方人民所向往的 认为 哎呀 我能够说一句话 我能够投一个票 我认为这个领导好 投一个票给他 感觉非常的神圣 第一次投票的时候 真的有那种感觉 投完了 到今天再看 完全改变了 完全改变了 你投那个票早已不知去向了 你投那个票 已经被政党从国库拿走了三十块钱而已 而真正当选那个人 是不是多数民众所投出来呢 完全不是 到今天 我们才看清楚 我们才逐渐的看清楚 为什么逐渐看清楚呢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曝光了 他们自己把那些劣质的行为 那些肮脏的东西暴露在阳光下了 有人把它揭发出来了 有上百人出来作证了 有上千的人看到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其实 那个投票 已经不再是人民民主自由的一个象征了 就是一个被欺骗的一个动作 谁来控制那个最终的结果呢 还是他们统治阶级 本来统治阶级说 我任命金正恩 我的儿子当总统 他就任命了 老百姓想都不要想 倒简单了 所谓民主国家呢 就是你来选 是你来让我当总统的 其实呢 不是 老百姓选的没有用 是他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总统 而借助老百姓的手 欺骗了所有的老百姓 所有投票人都被欺骗了 这个就是我们说叫带引号的民主 如果在台湾这个社会 投票最终的权利 被中选会所控制 被蔡鹅鹅所控制 言论被蔡鹅鹅所签制 这两个民主社会的明显特征都不存在了 那台湾就不是民主社会了 就是专制集权的社会了 所以我们说投票这个呢 是很重要的一环 言论自由在之前 不管是彭文正老师也好 中天也好 他们已经有很多抗争了 大家人人都看得见言论被封杀了 在其他国家一样被封杀 在其他的西方国家一样被封杀 一样的 现在彭老师站出来 来讨论这个做票的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 也是他们最害怕的 他们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蔡哥哥本人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贾博士 整个这个团伙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中选会 他们控制不住 如果他们中选会控制不住 他们就当不了这个官了 当不了这个官了 他们的利益就没有了 这太简单了 所以他们那个集团会拼命的保护这个选举委员会 而保护选举委员会呢 同时也保护了蔡哥哥 蔡哥哥只有不下台 他那个贾博士才没人揭露他 蔡哥哥不下台 司法才能控制他手里边 在这种情况蔡哥哥不下台 这些利益集团的分赃才在他的眼壁底下 他说了算 我让你当 你就当 我不让你当 你就给我滚 所以就中选会这个做票这个事情 我觉得既然2022又要选举了 无论作为反对党也好 作为要参选的人也好 这个话题一定要谈 我都能想象如果彭老师不谈这个话题的话 是不是这个话题到一直到2022选举之前 反对党都不吭声 都不谈 都哎呀 赵氏啊 哎呀 选哪 选什么呀 你选 人家都内定好了 蔡奇章台中市长 跑不掉了 台北市长 民进党提哪个人 就一定是哪个人 其他的国民党你别想 什么蒋万安啊 什么罗志强啊 你都不要想 想都不要想 民进党的候选人 就任这次的台北市市长 很简单的事情 跑不掉了 所以这个新闻呢 就是说 我觉得彭文正老师来讨论这个做票的事情 是非常有意义的 意义非常大 这些反对党们应该支持 我本人是支持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不解决 就是一言汤 就是专制社会 就是独裁社会 既然专制独裁了 老百姓还要浪费那感情吗 还要给他们去抖内神吗 还要去投那个票吗 还要去激动吗 不用了 他们自己说了算 他们做票都做好了 现在台湾做票比美国高明 第一 没人敢出来作证 第二 不让你取证 让你取不着 就是这样 高明啊 相比之下呢 那边还有一百多个人出来作证了 全世界都看到了 人证物证都在 最后呢 哎 说到美国 大法官 对吗 大法官呢 开庭了 开什么庭了 川普选举之前 德州有一个案子 说认为那个无效 那当时就先搁点不谈 等 结束之后 我们再谈 好 现在结束了 大选结束了 川普走人了 立个人上去了 这时候开庭了 一开庭以后 结论就是说 反正选举已经结束了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就算他做票了 也不能把他拿下来了 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就不讨论了 哎 以这种形式结束了 哎呀 在去年呢 我们讨论的那个时候 大家仰慕的一个位置啊 就是美国的大法官啊 哎呦 大呀 终身的大法官啊 哎呦 假发一戴 红袍一穿 哎呦 神圣啊 那么神圣的位置 就这样把这案子给处理完了 这边有一个朋友形容的 我觉得很正确 我引用他的话 这不是我的话 他说 我们看完这个大法官的这个决议以后 那就感觉是什么呢 今天有一个人偷了 把你家给偷了 偷完以后呢 有人举报了 跟法官说 那个人把他偷了 结果法官是说 哦 反正已经偷完了 那东西已经他都给吃了 该都用了 我们再做裁决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就不受理了 是这样 司法 也就是说 有个人杀人了 人杀完了 最后把这个杀人犯抓起来以后 送给法官了 让法院判 法官说 算了 人都杀了 我就判的罪 人也活不了了 所以就不受理了 是这样 原来美国的司法是这样的 这就是大法官的水平啊 哎呦 开眼界吗 这次 他呢 不仅仅代表他们那九个大法官 其实应该代表了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的一种观念 他们是最高的 全世界所有人都仰慕那个位置 他们做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判决 当然了 九个不是都是一模一样 其中有一个大法官 托马斯 他说了几句话 我们觉得还可以 他说 如果这样的话 人民将对我们这个选举系统将不再相信了 这个的后患无穷 还是九个里边有一个人能说话 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 告诉我们很多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民主世界 选举 法治 到现在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彻底破灭 不要再想了 为什么 他们自己曝光了 他们必须得曝光 他不曝光 因为那个小偷 他就偷了这个家了 人人都看到 这个家被偷了 人人都看到 小偷在这儿呢 最后人人都看到 法官说 没事 随便偷 这个就是司法 自己把自己破掉 台湾也是这样 台湾还称自己是民主社会吗 还称自己是 有言论自由吗 还说蔡鹅鹅817是人民所选出来的吗 如果还这么说的话 那至上有毛病 质疑他 这是非常正确的 虽然有些证据还没有曝光出来 但是那些人还在呀 早早晚晚 当蔡鹅鹅有一天下台的时候 这个会不会爆出来 会的 人证物证其实都在 只是他们压在那个地方 只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并不敢去说 也并不想去得罪 为什么 饭碗 有人给钱 能吃饭 能活下去 作为老百姓就这样了 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道德 你抗拒不过 黑暗势力的 道德抗拒不过这种强权势力的 我就让警察抓你 我就让你怎么怎么样 我就让你被自杀 你还真没办法 就是这样 所以当老百姓看透一切的时候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怎么生活呢 怎么看待那个政治呢 政治是挺肮脏的 其实是 特别肮脏 真正纯洁的 善良的 这些人 都在最底层 最底层的百姓 很多他们是身善良的 非常纯洁的 非常单纯的 他们没有那些肮脏的黑幕 没有那种肮脏的思想 可是你越往上看 顶得越高 你就会发现 那个地方越肮脏 台湾总统博士是假的 选举是作弊的 这样的一种事情 老百姓看见了 还没有办法 那你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社会 已经堕落了 所以我们不再称 台湾民主社会了 也就OK了 谁说台湾是民主社会了 现在 没有 但是这种现象 怎么成转变呢 只能靠台湾内部 堡垒 只有从内部攻破 外边 当然我们又看到 另外一个新闻 也是新闻所报的 说拜登 接受CNN的一个专访 谈到中国的事情 所以拜登讲话了 说关于中国的新疆 香港 关于是不是台湾的 怎么怎么样 这个不管了 他相信 中国有他们自己的文化 来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 这个信息 我们看完以后 我们就觉得 作为现在的 这个美国政府 就是你中国的事情 什么人权的 什么都跟我无关了 你就给我钱就行了 你自个处理吧 所以台湾感觉 突然的失去了后盾 完全没有了 我给你武器了 你愿意跟他谈 就跟他谈 你要愿意跟他打 就跟他打 反正你俩打起来 我肯定不出兵 我肯定不会派美军 来保护你 这肯定不会的 我给你点钢铁可以 给你点鱼雷可以 给你几架飞机可以 至于你怎么弄 那是你的事情了 现在应该是这种样子了 从拜登接受 CNN那个讲话里边 我们是看出来了 就是中国那块饼大呀 那个肥肉大呀 那个钱多 台湾这个毕竟是个小数 而且现在的拜登 他不会因为台湾 去得罪中国了 这个迹象已经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我说台湾的事情 台湾人民自己解决 就是这样 指望买点飞机来 能武装自己 这样一种方法呢 不见得正确 刚才我一直在看历史 我看到了一段蒋介石 有一段话 蒋介石这个标题呢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蒋介石退到台湾 最终他所恨的那个人 不是毛泽东 而是谁 因为这个标题呢 就让我看一看 哟 历史上又怎么说了呢 对蒋介石 所以这个标题呢 他文章大概是这样 就是蒋介石呢 他在大陆 叫国共内战 内战的时候 蒋介石打败了 最后呢 退到了台湾 退到台湾以后呢 晚年的时候呢 蒋介石他自己也在回忆 这都很多都是 那种回忆录能看得出来的 他最恨的不是毛泽东 他最恨的是美国 他认为美国不是想和中国人做朋友 他认为美国是想做中国人的主人 他最后有一句话 他说跟着美国走 最终有一天把你抛弃 这是蒋介石的一些回忆录里边 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呢 其实在有些事情上呢 历史虽然是发生在几十年前 但是我们拿到今天来引用的话 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呢 有的 其实是有的 所以台湾这个事情挺有意思 看看吧 我们看看这个社会呢 就是怎么个演变 怎么个走向 有很多话题呢 虽然不是选举了 但是呢 毕竟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话题 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新闻呢 就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的观点未必正确 仅仅做参考吧 好 今天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